MAKITA 電動工具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真少年 今天要介紹 德國PORCH電動工具全系列 說到德國最有名的就是 慕尼黑阿 柏林圍牆阿 PORCH阿 BMW阿 在德國裡面從傳統工業 到製造工業 甚至汽車工業來說 德國當然是可視乎的角色 總而言之德國工業很厲害了 大家應該都知道 從以前造飛機的世代阿 到汽車工業戰車阿 坦克阿 有的沒有的東西 而當工業你講到電動工具當中 你到日本你可能會知道 MAKITA 你到美國可能會知道 MIWAKI 而在德國呢 你一定要知道 MEDAPO 而MEDAPO呢 它又稱為是工業界的PORCH 這樣另外一個多品牌 我們就可以完全不用提 你看一扁都不在我眼裡 而講到MEDAPO呢 我就會想到文哥 因為文哥曾經跟我說 我心臟 最喜歡的牌子 就是MEDAPO 而為什麼會有少部分的人 他會以為HITACHI就是MEDAPO 這個時候就要跟大家說個故事了 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 HITACHI它的電動工具部 收購了MEDAPO 而在2017年的時候 HITACHI它的電動工具部 跟著MEDAPO一起賣給了KKR KKR是什麼呢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基金公司 而這個時候呢 KKR它正式跟HITACHI結合 而就是人家現在所看到的HIKOKI 而在北美呢 你是找不到HIKOKI的 在北美呢你找到的會叫做MEDAPO HPT 但是它本身跟MEDAPO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話說回來 HIKOKI它還是日本製 MEDAPO它還是德國製 就算他們兩個都賣給了KKR 就是一個換了老婆 但是床上沒換 所以HIKOKI跟MEDAPO他們兩個電池 到現在還是一樣不相通用的 而HIKOKI還是HIKOKI MEDAPO還是MEDAPO 他們的經營團隊 跟他們的製作團隊 都完全是不一樣的 好那話不多說 那他們的電動工具到底 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就立刻來看看 MEDAPO的工具呢 雖然是老一輩的人比較知道 但是其實他們現在的工具非常的多 而他們最有名的呢 就是他們很多東西是德國進口的 但是他們的價錢呢 跟一些大陸製造的工具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他們從德國進口的工具呢 其實有非常多種 像是 無刷衝擊扳手啊 無刷脈衝正中電鑽啊 脈衝的三速大扭力電鑽啊 無刷工牙機 三用錘鑽 四印機還是五印機的HOLENDA 不鏽鋼拋光機 環帶不鏽鋼拋光機 但現在桌面做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介紹呢 我們先來清理一下桌面 在我這個清理桌面的 0.001秒的光速時間當中呢 我們想了一想 我們發現 一集裡面要把它全部的工具介紹完 那可能會拍到3個小時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看各種工具品牌的介紹呢 跟各種工具的使用說明呢 歡迎你按我們的訂閱跟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慢慢看到囉 那回到美拉堡呢 其實美拉堡的工具設計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我們就直接從工具裡面的王者 King of the King 就是砂輪機來開始介紹器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法蘭的這個地方 然後記得在拆卸法蘭之前 請你一定要把電池拔下來 後面有一個活扣 按壓之後往下衝 這樣就拔起來了 那他們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你後面一樣 按住固定鈕之後 前面這邊有一個小撥片 搬上來之後它有一個快拆鈕 你只要這樣子旋兩下 你就可以把你的砂輪機切片 或者是磨片把它拆下來咧 在固定的時候呢 一樣你只要這樣子用手去把它轉緊就好了 不會像以前我們用一些動作會拆卸 或者是會折到你的砂輪片 另外呢它的電池 這是一個我個人最喜歡的設計 就它的電池呢 它有一個旋轉的功能 像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有的時候你在做切割啊 還是做研磨啊 那你有一些角度你會突然 發現它這個也去尾其中 你就可以把它的電池旋轉 像這樣子 如果你要很平面貼著去研磨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電池轉成平面的 我們的小缺圖啊 切割的時候 它也把它當成一個小例句 嗯 然後它這邊 有一個可愛的小小的防護蓋 在你打開說明包裝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像這個地方有一個防塵蓋 先大略的保護你一些粉塵 捲到你的機器裡面 那回到我們每一集超認真的工具機介紹呢 都會介紹一些就是 如何使用工具跟它使用的妹妹嘎嘎 它們的殺人機呢 也是我認為是一種非常安全的殺人機 為什麼呢 因為殺人機你最怕破片 這台殺人機呢 它除了有保護裝置之外 如果你發生破片或夾片的時候呢 就會產生這樣子的效果 接下來呢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示範 我們請到 東區最不怕死的洪老闆 來跟我們一起進行 再次強調的就是 以下的動作請你不要在這裡面模仿 如果你要進行這樣的動作呢 請戴上全身的最極致的防護裝備 跟防護設備 再做一次再加千萬不要模仿 所有的安全的設備呢 都是為了以防萬一 真的有一個這樣狀況的時候 能夠保住你的小命 但是千萬不要把這件事情當成玩樂 在使用殺人機呢 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夾片 當殺人機如果夾片的時候呢 你的殺人片會破掉 然後它會射出來 那你如果被殺人片打到的話 你至少縫個十針以上 而這個牌子的殺人機呢 它的好處就是 它在殺人片被夾片的時候 它會啟動安全模式 然後讓你的機器瞬間停下來 不過呢 也再次強調就是 請你使用一些比較好的殺人片 我們這次使用的是隨便的殺人片 然後再警告一次 請大家不要在家裡面模仿這樣的動作 因為非常的危險 那我們就開始測試囉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是我們還在啟動的模式 但是殺人機已經停下來了 它後面閃了一個紅色的閃燈 然後呢這個時候 你只要把它關掉 電池取下來 然後重新更換殺人片 就保住你的一條小命啊 那殺人機切鐵的小技巧呢 就順便在這一集 來傳授一點點給大家 我們如果今天要把這個板呢 上面切一個45度的角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在上面做個記號 而且為老師傅呢 其實因為非常熟熟 所以他會用一隻手 去扶著去切 那當然各位初學者 是盡量不要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初學者 請用夾具 去夾住你要切的弓箭 那通常火花它會從這個地方 往這個方向去噴 所以我個人會在於有點側身 萬一它今天突然破片了 才不會打到你的小老板 而一般初學者的時候 它會這樣子切 它是一次把它切到底 然後再往前推進 不過其實在很多 如果你要切一些非常精準 或是要切一些很漂亮的直線的時候 這樣子反而會讓你會有一個 就是一去不復反的一些後果 如果今天你要切一個漂亮的直線 一開始呢 先用砂輪機的下緣的這個地方 在你的鐵板上 先輕輕畫出一條線 然後慢慢把這條線呢 畫畫畫畫 畫出一條勾來了之後 沿著這條勾 把你的砂輪片 有點稍微卡在這個勾上 然後一路往下切割 然後再切割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旁邊會有很多 穿穿的肉粒 所以這個時候咧 我們就可以把電池先拆掉 換上研磨片 通常研磨片的第一刀 修整的時候 會修整這個 比較多肉粒的這一面 所以通常我們第一刀的地方 會有點用手去翻 稍微做一點翻這樣子的動作 在我們業界會成為 一個鐵板上面會有八個刀痕 就是它八個刀痕 全部組成起來之後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圓形 簡單吧 好啦看完剛剛的示範畫面 很慶幸我還是活著 我們依然陪伴著大家 這也是草原本砂輪的頻道 所以砂輪機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千千萬萬你一定要裝上護蓋 不管你有沒有保護機制的砂輪機 就是請你一定要裝上護蓋 那砂輪機它是非常方便的工具 但同時也帶有一定的危險 所以操作的時候 請享誘公開說明書 並觀察你的周邊四周圍 那看我們頻道的朋友 其實他大部分都知道砂輪機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 砂輪機有另外一個好朋友的兄弟 他叫做研磨機 也有人稱他為磨切機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頻道一開始的時候 就很多的老塞在這邊 complain就是一些說 阿吳你如果把護蓋用在旁邊 那你要怎麼樣 切到一些小地方的小角度呢 來各位朋友 登登登登 好像 磨切機呢 顧名思義它就是 能磨也能切 通常你打開的時候呢 會有這種幾個模組啦 就是 上面這邊有80號的砂紙 120號的砂紙 還有一個研磨的墊片 然後跟一個 可以幫助你做來切割的切割頭 那磨切機它要怎麼裝呢 它其實非常的簡單 它後面呢 美達寶他們有設計一個快拆頭 像這樣子 把它往上推到底 推到底之後 你會前面這個就鬆下來了 前面這個鬆開了之後呢 你就把你的切頭 先上面有一些小尺痕有沒有 把尺痕把它對上去 裝了之後呢 把這個頭一樣 就直直的給它捅進去就好了 捅進去完 搬下去 鎖起來 所以呢你在一些 你切不到的角度呢 或者是在一些90度的角度 你就其實就是可以使用磨切機 來去做切割 那講到研磨呢 其實磨切機它也是非常好用的 組合包裡面呢 它都會有這種小墊片 然後咧 這邊會有一個80號的砂紙 跟120號的砂紙 那這東西可以磨什麼咧 假設啊 你今天你要磨的是一個小盒子 如果你今天做個小木盒 還是你要做一個 鐵盒裡面的洗牙給 或者是啊 有時候你真的焊接的時候 焊到不小心突出來 裡面有一些小東西 小肉粒啊 你要在裡面把它修掉 那你殺人機 當然就生不進去嘛 就是它 不好生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 拿磨切機 然後打開 然後在裡面這樣子 嗯 或者是呢 像你一些防止結構的三角形啊 或者是你做一些頭距的收尾啊 然後還是 你在做一些木工裡面的 90度角落的地方啊 通常我們用手 你在那邊 啪啪啪啪啪啪 老半天 你就可以用磨切機 開機 然後一隻手 這樣子 然後輕鬆把它擠掉 而他們的設計呢 在頭部這兩個地方 有兩顆小可愛的LED燈 然後它的下面呢 跟它的衝擊起司一樣 他們的牌子就是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他們有調速的功能 就是他們從 第一段 然後到 到第二段 而他們牌子呢 有一個他們自己所謂 叫VTC型 像你在經過研磨 就大阻力的時候啊 它不會負窄 它不會過窄 然後它能夠像 第一神拳研磨 跟百四位引擎 它不會被那個東西影響到 而繼續研磨 因為德國它是在 它是一個做C缸 或者是做板金行業裡面 強而有力的手動工具去輔助的 所以他們這方面的系統開發 還算是蠻周全的 你如果平常研磨之外 你想要集成 他們呢 跟其他的牌子一樣 他們都有出他們的吸成器 大概想這樣 歡迎進入電池的世界 然後當然啦 他們還有出一些 就是木工類的系統 他們其實C缸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用 然後他們木工的東西 其實也非常不錯 像這個 就是電動的跑道 當然還有每個牌子 標準必配的原具機啦 那原具機它有拿來切鈦爐的 跟可以拿來切金屬的 跟拿來切木工的 這東西各位朋友 你一定要 好好的詳細去認識之後呢 你再來購買 還有在使用上的時候 它也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跟砂輪機的危險程度 是差不多的 他們覺得拿出來的時候 很像是一種大人的玩具 看起來蓋鉤秀 然後很漂亮 其實在我心目中 它就很像是相機裡面的 Nikon一樣 它就是一個穩穩的 大牌子的老牌子 然後它也不是說蓋雞花 但是它就是 有一種 乘酌冷靜的態度 乘酌冷靜 緊實 勇敢 而對我而言呢 我覺得像 沒關係這種牌子在相機裡面 就比較像Sony 它會出一些就是很新盈的東西啊 就是很炫炮啊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成熟的穩健的男人 對我真的覺得你還蠻適合用 Metable 那他們的原具機下面就是有一個 鋁導板 它能夠特別在很多滑軌上面都可以使用 所以像你如果要切一些很大的蘇巴幫啊 還是說你要去切一些 大型工地建築裡面的板材材料啊 細酸蓋板啊 在工業界都是非常好使用的 而講到木工 你當然不能忘記角度切斷機啦 像這種角度切斷機就是一顆電池 它就能夠驅動使用 然後它的特點呢 當然是除了這樣子 直接可以壓切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滑軌在這裡 這樣滑軌可以幹嘛呢 就是可以讓你切一些比較大的板材 就是往下壓之後呢 你能夠用 這樣切壓過去 而它一顆電池呢 除了可以能夠驅動切斷之外 它還輔助了 就是它的雷射跟電燈的系統 而這些木工的小技巧呢 跟工具的介紹 我們會在下一集跟大家慢慢來說 而喜歡這種重口味的德國人 德國香腸 德式漢堡 德國... 生啤酒 德國小熊藍堂 小熊藍堂一點都不重口味啊 小熊藍堂一點都不重口味啊 喜歡重口味又愛乾淨的德國人 他們就會有出這種東西 三用集成垂斷 它裡面就是 你可以拿來打擊 然後可以拿來做工牙 跟做一般的鎖電螺絲嘛 而它這組呢 最特別的就是 它裡面有一個HIP HOP集成功率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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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包不是這麼說的 啊 德國進口他媽不是蓋的 德國PORCH不是你們說的 算 所有電動工具我們開給你看 當我操作起來就會知道怎麼辦 XX 我覺得我們還是好拍工具就好了 對然後裡面就是有一個 HIP HOP鍋魚的濾網 它這邊有一個 好可愛喔 你看這設計 它這裡面會 它為了怕那個粉塵 會跑到這個插座裡面 所以它可以這樣轉過來 然後把你的這個 固定在上面 好這邊插上去的時候 反向 推上來的時候呢 長這樣 公命 那前面這個收縮套呢 就是 比如說在打水泥講 還是你在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你這些小粉塵 它就 然後全部吸到裡面 你去別人安裝的時候 去別人家裡安裝的時候 你就不怕灰塵 就是弄滿地 或者是你弄完之後 還要在那邊集塵 因為一集裡面 我實在怕講太多 所以在這一集的最後呢 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個人私心最喜歡 300 性格 聰切起司可以說是居家壁貝 身為一個男人中的男人 女人中的女人 你家裡要有一台聰聰起司 而聰聰起司裡面 他們的牌子跟別人的最大的差異 就是這邊下面有一個 變速換檔 你可以做志工牙 然後條速 制 liberal니다 超級的 Ç ính! 多少 principal 一清 起植機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看我們從前的起植機的介紹 他們的起植機跟別人的起植機有什麼不一樣呢 而這也是我個人私心最推薦的一台起植機 它的這台機子的扭力呢 可以到200Nm 相較於其他牌子它的扭力是高的 它扭力高並不像是一種破壞性的機子 它有許多分段轉速的方式 能夠讓你去調配 不管你要鎖木頭啊 鎖Alumi啊 鎖金屬啊 或是鎖各種東西 像這種六角快拆頭呢 就是拉起來你就能夠換 不管你要鎖十字鎖一字 或是你今天你有一整組的工具組 然後它只要是六角頭式的東西 你都可以使用 像這種套筒啊 你只要拉起來 放進去 就可以使用了 或者是有這種六角柄的鎖尾啊 你只要把它拉起來 插進去 放著 就可以鎖了 而聽說老前輩講說 這種六角柄就是 套夾鎖的方式啊 能夠可以鋼鐵啊 鋼木頭啊 鎖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啊 這台灣人發明 很有名 這真的是啊 很愛用手說明 而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在低轉速的時候 能夠定速定扭 高轉速的時候也能夠定速定扭 就是它現在的起子機的扭力越來越大了 所以大家很常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手一扳會手一轉一扭這樣子 這樣子的機器 它們都有一些保護的機制 所以就會防止你的手受傷 那這些鎖尾它可以用在什麼樣的地方 可以用在什麼樣的使用狀態呢 想約我們下個禮拜的詳細介紹 不一定是下禮拜 可能是下個月的詳細介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們超認真工作室裡面 一百分之一的工具開箱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們的頻道呢 去多多認識不同國家 跟不同樣的品牌跟他們的工具特色 跟他們的使用方式 有什麼樣的工具的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生活上無盡的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下方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我們會拍攝個影片給你看 或是你想要看什麼樣的品牌開箱 你都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按訂閱 按讚跟分享 好 這裡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不 Hi Koki 身為一個隨時要逃離家庭的人 你怎麼能夠不隨時準備一個充電 我們剛剛不是講一二三嗎 問你 你不是三嗎 三棒 你自己講一二三的 你自己講三二一的嗎 你自己講三二一的嗎 你自己要亂改